尊敬的主义法师 主义同修 再一次我们 最后 再一次我们一起 请合掌向上 我们一起 再一次来 鼎礼 我们先恩师 上经下空 老和尚 请合掌 大众至臣 鼎礼 先恩师 上经下空 老和尚 三拜拜 七 再拜 七 三拜 三拜 文迅 七 再度请微微 大家请坐下 主位法师 主位同修 主位护法 大家吉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举办的三十七年 为我们师父上人 先师 上经下空老和尚 到这个地方圆满 早上 早上有跟大家提过了 提到 我们 师父上人呢 最后 这个 高别式 定在 九月十六号 在台湾 台南 极乐式 希望我们雪梨 在台湾 的同修 如果有姻缘的祭族 可以参与 这个 我们师父 上人 先师 最后的 这个 在十六号 告别式 送 我们师父 最后一层 如果有姻缘 师父呢 会在这个 九月初 会从 印度尼西亚 飞到台湾 来参与 告别式 所以 8月 10号 要先 回到 印度尼西亚 因为 师父上人呢 在印尼啊 跟这个 印尼的缘 也是很深 特别是在这个 宗教 的团体 非常的深度 所以啊 回去 要去主持 这个 对我们 先师的 一种 恭敬 一种 纪念 他老人家 对我们 一切众生的 一种 关怀 的爱护 师父一生啊 我们大家 可以从他的言行 看得出来 不为自身求安乐啊 但为众生求离苦啊 这个是我们师父上人 一生 沿引的志向 是 处处 都是为众生 从来 不考虑 为自己 而所想的 只要能够利益众生的 想尽办法 来帮助一切众生 只要能够 让众生得到利益的 无论有多苦 我们师父上人 从来 不会拒绝的 想尽办法 都是来帮助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反复跟圣人 反复跟佛菩萨的区别 就是在这个地方 反复所想的 是为自己 而所建立的 但是佛菩萨 从来不为自己 处处 在一切处 一切时 都是为一切众生 我们应当要学习啊 我们今天念佛 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 也不是为自己 也是为众生而立命的 所以 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也是如此 将来成就了 去释放一切诸佛国土 去度化有缘之人 哪一个地方有缘 你就去帮助他 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人跟你有缘 你会想尽办法去帮助 这个就是我们区别 看得到的 圣人跟反复的区别 所以我们应当要学习 把内心的自私自利 把这个明文力量 能够看淡 想尽办法 来帮助一切众生 能够出一份力 我们就能够出一份力 能够出三份力 我们就想尽办法出三份力 一切俗言不攀缘的 这个就是我们师父上人一生 对于我们的教会 做出一个好样子 我们应当要学习 这个就是佛辅萨跟仿佛的区别 佛辅萨你如何怎么样伤害他 圣玄如何你侮辱他 毁谤 无论在言语当中 在我们的行为当中 他从来不会跟我们计较的 想尽办法来帮助你们 让你们能够得 离苦得乐 好 那有人问 有人问 我们师父上人一生奖金 讲了好多年 我早上也跟大家分享过了 有人问 师父 我们师父上人 每一天奖金 从来不间断六十多年 都是如一天 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大家有没有都在听老和尚的经啊 请举手 我们大家都在听 你们有没有听到老和尚的新话吗 老和尚这几年下来 天天讲经是为了什么 你要把老和尚的 他的心里所讲的 要给我们讲的 有没有听出来吗 是什么呢 是什么 对啊 但是总结来说 大意来讲 我们师父的期望 为什么天天讲经没有别的 就是让我们众生快快觉悟 不要再迷了 因为这个人生是无常的 这个国土是脆弱的 无论我们怎么样的执着 到最后都是无常的 教我们快快觉悟 只有觉悟才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当中 无论在这一生当中 你念佛的佛号 有念多少 在一念之间 你能够往上西方极乐世界 属于学佛啊 关键在我们一念之间而已 一念之间绝了 这 在你的面前 都是西方极乐世界 一念之间迷了 就算西方极乐世界在你的面前 也都是一样的会土 所以学佛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知道 在这一念之间而已 所以中风果实在三十七年 告诉我们 为什么人会苦 只因罪出不绝 一念之间而已啊 所以能不能往上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关键在你的佛号念了多少 经念了多少 佛拜了多少 在一念之间而已啊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佛法的微妙在这个地方 一切法为新造的 所以我们师父上人呢 一生就是这样的教会我们 希望大家好好用功 好好努力 我知道我们大家 对我们的师父 都非常的关怀 爱护 我也知道 我也相信大家 都很想去看见他老人家 因为现在的COVID-19有关系 有时候出一个门 也不方便 但是说实在的 无论我们多念我们师父 你好好念佛 你能够念佛 你就跟他相应了 你相应了 畜数都在你的面前 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供养 没有别的 在这个世上啊 有生必有始 就如同 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界 虽然他老人家出现在这个地方成佛 但是时间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了主 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了 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 随着自己的业力 寿命到了 时间到了 你不想离开 你还是要离开 你不想走 你还是要走 无论你的执着 无论你的放福下 到有一天 你还是要放下 你不想看破 你还是要看破 这个就是这个世间 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 只是暂时这个给我们用而已 我们何必过于执着呢 这个就是我们师父上人所劝导的 大家好好念佛 老实听话真干 总有一天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比什么更好 这个就是我们师父上人一生的劝导 所以最后啊 师父在讲经当中 常常告诉我们 用你的真诚心去对人 因为我们是念佛的人 我们是念佛的人 我们是学佛的人 无论对人 对事对物 我们师父上人常常讲的 你要真心对人 这个是我们学佛的基本 用你的真诚心对待一切人 用你真诚心对待一切事 用你的真诚心对待一切万物 因为一切万物 都是跟我们是一体的 所以啊 对明文立扬 能够看淡就看淡 对五一六成 能够看淡就看淡 对于有利益的众生 我们要想尽办法 来去帮助 能够行案 激功累得 能够做善的 我们要想尽办法 多去做 能够断恶的 我们尽量要去断恶 这个就是我们师父上人 对我们的劝道 我们应当要好好听进去 人生是无常的 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啊 在这个地方 最后一次 希望我们 借这个三十信念 这个姻缘 我们要好好 对这个事实的真相 能够去了解 能够去明白 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你对一切万物 身有万象 你不会产生过于的执着 因为它都是在变化 每一分 每一秒 一刹那 都在变化的 包括我们这个身体 每一分 每一秒 都在变化 我们师父上人 已经做一个表法 给我们看了 从这个地方 如果大家还不觉悟 还是执迷不悟 还过于执着 对一切万法 没办法能够看得破 放得下 那苦就是自己的 永远永远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师父上人所讲的 为什么我们无量节以来 无法能够超越 无法能够了生死的原因 就是这一念之间 我们不觉了 所以造成现在我们这个样子 所以才怪谁呢 只能怪你自己 今天 简单给大家说几句话 我们师父上人虽然离开了 但是师父的教会 师父的教导 全部都在他所讲的一声 在六十多年来 全部都在里面 该讲的 他老人家已经讲了 该说了 他已经说了 已经说了太多了 关键 看我们自己怎么样去体悟 你能够觉悟了 那恭喜你 但是如果你还是放不下 看不破 对我们这个世间的一切万物 佛菩萨 阿弥陀佛 我们师父在你的面前 也没办法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祝大家老实念佛 明天又一天的开始 刚才早上我已经给大家说了 我们学佛 我们是凡夫 今天我们是凡夫 不是圣人 我们学佛的起步 一定要从哪里开始呢 师父上人常讲 从和这个字 学起 和这个字 不是随便讲的 里面的内容 有高度的智慧 只要你能够去体悟 我们佛菩萨所讲的 这个内容 那你真的听懂了佛所说的法 我们师父上人所讲的经 虽然一个字 但是能够表发这个字 表发什么呢 表发我们的信的 能够跟信的相应的 都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 没有跟信的相应的 无论怎么修 都是一样的 只是跟阿弥陀佛 跟诸佛菩萨 修点福报而已 离不开六道轮回 无论怎么样的修 无法超越六道轮回 今天就是我跟大家所讲的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老实念佛 祝大家六十吉祥 谢谢大家 主位法师 主位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大众尽实力 理学和尚十倍开示 鼎礼和尚三拜 阿弥陀佛 鼎胸和尚为了 阿弥陀佛 佛